吳晉升議員 開會請各位議員繼續翻臉 好請張雲香議員發言 主席縣長 副縣長 各單位主管 本位團人 大家午安 第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縣長 在网路上我想说县长每天晚上应该或者早上都会看网路 听听相亲的意见 这边我想请教一下县长 在11月24号我昨天交通局在工作报告也问他 我们陈上茂校长 抛了两张照片到我们的马祖资讯网 当你看到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请主席采示我们县长做回答 好 请县长答复 谢谢我们张议员 我想我可以这样讲 这二十多年来 我从一个医生跟政治结缘 是给予跟陈校长同样的心情 我们那个年代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念国中第一次搭床 我就晕床就吐了 从上床五十分钟吐 吐到下床 整整的十八个小时 只要眼睛睁开就吐 等我有机会回来当医生 然后我的孩子出生了 孩子八个月大 大转还是补给件 小孩子八个月就开始晕床 所以当我服务其满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碰到 国民大会全面改选 一直有长辈鼓励我 参加国民党 参加选举 我一直逃避 到最后 我接受了 最主要的理由是 为什么 我们前一代所受的那种苦 我们下一代还要继续受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说 我想一个简单的理由 或许当时是因为 所有的 我们的这边的资源 都控制在国防部手上 如果说 我们能够跟国防部建议 跟国防部建议 或许就是 我有这个代表的身份以后 国防部或许会听得进去 就是基于这样子一个 简单的理由 那二十多年来 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我担任国大代表以后 我只有一个 努力的议题 就是改善马祖交通 当我四年多 国大代表任期结束之后 好像马上要改善 其实没有 后来 所以我又跳进去 到建设局局长 实际参与以后 那有了不同的感受 特别是参与 台马轮的购置过程里面 有很深的感受 觉得说 大概我们在想 想的时候比较简单 去做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 其实 等我们当时 民国八十六年 七月四五号 床开回来以后 我觉得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 一直到 后来 南干机场开放以后 然后我们在机场 听到的乡亲还在抱怨 还在抱怨 后来 我觉得说 好像我的工作还没有了 所以再一次 再谈这个浑水 那陈校长的感受 我可以说 感同身受 这个就是 长期以来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努力 那今天 这个台马轮 台马轮 只有五千顿 只有五千顿 我想 芬兰大 床 会晃 会晃 那天的状况 实际的海下 怎么样子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想 晕床 对我来讲 大概是 在选国大代表 到东营的时候 我在晕床 但是离开以后 我从心理上面 克服了 这种感觉 偶尔还是有 因为芬兰大的时候 那将来 就算我们造了新床 设备会好一点 但是因为床只有那么大 然后的设备 比如说有 稳定意义以后 就是海上 如果非常不好的时候 大概很难避免 但是呢 我想 在一般海上之下 应该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但是 我们将来的乡亲 大部分 他还是会选择空中交通 但是 海上的部分 我想也少不了 那有一些事实 我们必须去接受 我们可以寻求继续改善 但是 海况 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想我先回答到这边 好 县长 我用六分钟的时间 给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感受 百分之二十 跟你一样 但是这两张照片 我感受到什么东西 我跟我同伦讲 晕船兔是我们东运导 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看到那两张照片之后 我联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几张照片 在我们的船舱下面 几百个人在那边 第二张照片 看到人家在吐 那天你知道 做多少人出去吗 做了四百多个人出去 晕船的人 我电话打四五张 晕船的人 都是没有船位的人 第二个问题 那么多人出去 你没有想到 以后下船以后 你心里时间要多久 所以说我这两个问题 我希望你现场 我讲这个问题 在座的很多都是我们本地的 我希望现场以后 一年多以后 打步本席的时候 不要说是集体的精英 创造这个台马轮 都是集体的精英 我记得 我十月二十七号 我在台湾记录码头 接我们的多元就业的同仁 那天我请他去观摩 那天晚上 我在现场 有两个人可以作证 一个王宁明校长 一个柳金卓 我们的理事 因为王宁明校长 兼我们的社区发展总干事 我们接我们的同仁 我在码头 我跟他们讲 今天我跟现场 讲的两个状况 同时发生在记录码头 第一个状况 那天我六点半 船长电话联络 六点半进港 准备靠码头 我到了六点五十分 船还没有靠码头 什么原因 中远之心要出赶 你们讲说 战场换来 又选 我要归心世界 我船一到 我就要下码头 那天事情发生了 我请刘金卓先生 跟王宁明校长作证 今天第一个问题发生了 刚好那一天 南干天气也不是很好 很多人坐船 将近坐了三百多个人 我车子叫厂长 挺一步 我们的九人坐车子在那边 请大家行李钻上去 我们人员通通坐计程车 去钓鱼台吃饭 那天再来三百多个人 十分钟左右 全部人员散开 我叫了四台的计程车 载了我们去吃饭 我讲这两个问题 我看了这个照片 除了想到我们坐船的辛苦以外 我们未来怎么做 在这段时间 我有电话打给 我们的设计公司 我讲 还可以改吗 他说只要现场 讲一句话就可以改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有什么意见 他说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开了几次会议之后 好像各界跟船公司 都希望把这个放在左旋 你叫我怎么讲呢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今天台马轮的左旋放在 站起来放在左旋 船停在那边 有多少观光客 有多少金融的乡亲在那边拍照 他说他看到船 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船 左旋那个站板放下来 还有人上来上去 还有车辆开来开去 他一直在那边照下 照什么 就是照你这个尾巴 你们呢 不听 所以说我今天跟你现场讲 这条船一定要在你的任内起航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跟我讲说 任何的一个问题 我心里不脱运 因为你以前答复我们说 这样站起来放在右旋 第一归心世界 第二因为心里好脱运 我是希望现场记住这句话 我希望现场记住这句话 以后你要实现你的落眼 我看你心里怎么脱运 以后几百个人在那边 在等那个行李 要等多久 不要说三四百个人在那边 等那个行李要等多久 第二个问题 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想到我们的床位 现场你知不知道 你的心肠跟我们秀的谭马轮一样的 三百八十个位置 应该不到四百个 我今天再跟你现场讲 这都是我的资料 我讲数字会说话 也不是我阿姨讲的 这个资料都是连江行业提供的 包括新华行业提供的 从一月份到十月份 十月份不算 开场时间比 从一月份到九月份 最少平均来回载五百多个人 而且今年台马轮 今年台马轮载五百多个人 而且利用 我知道利用有史以来 今年开场的几率很高 包括东北地方到现在 关场没有到开关几天 平均五百多个人 今天我讲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征求 这个资料放这边 而不是我阿姨讲的就算 这个实际操作 人员沟通 包括说 我们今天的床位 我们现有台马轮三百八十个 扣掉酸人的 贵宾室 头等舱 包括我们的经济 经济二舱 经济一舱 酸人舱 一百三十六个 请问县长 扣掉夫妻 扣掉 大人小孩 你们不能让我 不能让我买酸人舱 三百八十个 扣掉一百三十六个的酸人舱 剩下几个 好 一百三十六个 扣掉舱 除二 等于六十八个 你真正的床位 不到三百个 今天我们来回已经 最少五百个 而且 我跟倩兰 讲这件事情 从新华人的资料里面 从这种单探 单探的 就进入出来算单探 我们马祖回去算一个单探 满载的 将近满载的 有七十九探 请问县长 我们议会要求你 舱位增加一点 你都那么固执的不做 还有战朝的事情 归心事件 还讲到说去 马尾港 你说我们今天 政府的施政 我跟张医院报告 其实 这个是 于宇宇宣长 如能兼得 于宇宣长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 一开始我要讲 在我手上 有一些基本的规范 已经出来了 基本规范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 下去走 会顺一点 不然 重新来过 要花很多时间 这是第一个 你摸着自己的两心 假如说 你的认为说 战巧犯贷 右手跟左手 是你的决定吗 还是另外一个人 前董事长 曹生华建议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建议有理由 有理由 我分析过以后 的确 我认为 这个在右边 比在左边好 好 我现在跟你讲 刚才讲过 辅助话听得懂吗 圣公后元 好不好 一年多以后 我们台马轮就正式起航 我希望实现你的诺言 托运行李 假如托运行李成功 我跟你道歉 我跟你道歉 谢谢你 我想也不必道歉 没关系 我一定给你道歉 不必不必 就跟 我想 县长 县长 你 跟你共事三年多来 我想我们之间的沟通的事情 很少 但是我讲的 我们所建议的事情 你没有一次采纳 但是呢 有两件事情 你有听我的采纳之后 这两件事情都成功了 哪两件事情 所以你这个话 有一点矛盾 第一个都没有采纳 第二个又说 没有采纳 但是有两件事情 因为这两件事情呢 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采纳了 你知道哪两件事情 我想 我们从事 这个政治 不能因为说 我喜欢 应该是说 民众需要的 我们就要去做 县长你表现出来 你喜欢啊 你讲 不是说喜欢 我讲 我很少跟你提供意见啊 你要找我喝咖啡 我讲 你只要听我20% 我就跟你喝咖啡啊 你没有听我20% 我每天跟你喝咖啡 有什么用 那个议员的建议 我们都很重视 但是呢 你建议是吗 建议我们都很重视 但是必须经过 我的判断以后 我觉得说 哪一些东西 你认为对 不是对 不是对跟错 就是以我们整体的资源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怎么样子对民众最有利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东西 该坚持的坚持 但是 如果说议员 建议的 很有道理 或者是我们做起来 对整体民众的利益 非常有帮忙的 我可以从上如流 可以从上如流 我等一下举例给你听 你第一件事情 是我跟你讲 现场 我们到了 韩正思 希望两条船变成一条船 你船坐大一点 你跟我讲 阿江远 可以改变吗 我讲 你去改变 只要不能改变 随便你 改变啊 你本来是坐100多顿啊 现在是坐300顿嘛 350顿 还有一件事情 你记得什么东西 是你最有兴趣的东西 你问我 阿江远 我问你一个问题 博弈会不会 公投会不会过 我跟你讲 100%过 有没有 我没有乱讲嘛 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 我想 这就是社会的历练 这就是社会的脉动 你呀 议长 前几天 心情一直不好 我接到北干 这乡亲的电话 他一直想下来咨询 我讲 你先不要下来咨询 这种事情 交给我小弟就好了 我讲 我了解啊 北干乡亲 一名打电话给我 阿江远 我们议长 不方便咨询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 我讲 什么事 他说 鱼港码头的事 他说 我要不要讲给你听 我讲 你不要讲 我太了解了 现在问题出来了 到底定位到鱼港 还是上港 我们先不要讲 鱼港三港 你们跟公务局提出一个计划 我把中澳口 抓一个四十米的磅坡体 鱼港码头出来了 到那边说 说明会被骂得一塌糊涂 你也没有想到 北干乡亲现在的渔民啊 到了台风都要来南干避风啊 我们东京有一个鱼港啊 我们都没有办法避风 我们都移到海军基地里面去避风 你以后的中澳口 你可以避风吗 这是你的专业啊 你讲没有问题啊 我钱都用 我想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们会听专业的 听专业 那我跟你讲 你能不能先 你先往后爪式那边盖嘛 你这边渔民 还有一个最少 还有一个工作空间嘛 我想 我想 那你为什么要坚持 一定要盖在西面呢 我想 你不是专业 你为什么一定要盖在西面呢 但是我会分析 我想这样子 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这样子 第一个 我们花了钱 请专业的公司帮我们评估 如果说 我们花了钱以后 请专业评估 我们把他的结论推翻掉 我们站不住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想 县长 规划公司没有说 要放到西边东边 你讲这句话 有点不大负责任 我跟你讲过 东边跟西边 只是55分跟60分的问题 只是55分跟60分的问题 是你自己执意 规划公司到我们这边来 跟议长报告说 他说我们 你们县长怎么决定 我就怎么试 我是你过来的顾问公司 你晚东 我要惋惜 我钱去哪里领啊 我想 张议员 如果说 我的权力有这么大 我今天不会有挫折感 但是基本上 我想 我们只能 就顾问公司 所分析出来的方案 然后这个方案 跟我的认知 也比较接近 接近 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 不是只有目前的问题 还有以后的问题 本来 这个案 辅度码头 这个案 是要到 若干年以后 才可能做的 因为交通部 要求说 必须静稳度够 那北岗 目前能够提供 静稳度的 只有那个小小的小船渠 然后我们现在 所有的 渔船 山船 交通船 都在墙那边 所以说 为了解决 这些渔民的问题 我们也接受 渔民的建议 在中澳口 盖个码头 让这些渔船 可以过去 然后因为 我们的资源 手上只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花了 自己 用统筹分配款 花了 两千八百万 去从事 这样子的工作 这个对 我们的渔民来讲 我们是充分的 有诚意 因为地方上 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说 我们也接受了 这个意见以后 我们愿意规划 比较完整的 将来 这个更完备的 一个整体规划 但是因为 受限于经费 目前经费 只有这么多 所以先 第一阶段 先这样做 而且 特别是 上一次 毛部长来了以后 在前几天 特地 召开这个会议 我们为了表示 对这个案子 重视 我们请副县长去 那天因为 刚好天后不良 这个工作人 也不能去 但是 我想 交通部的意识 交通部意识 是希望说 这个我们 渔港 跟国内三港 都在抢这个地方 渔业署 这个农委会 应该负一些责任 因为当初 白沙码头 盖这个码头的 这个钱 后段的钱 是 渔业署给的 是农委会给的 然后曾经被定位是 渔港 但是后来 国内三港 公布以后 变成三港了 但是现状是一种 处在 共用的状况之下 这些渔船也好 这个山船也好 还有 小山通的 那个所谓 北海监督 大家都集进去以后 已经成为一个 继承的事实 你要让这些渔船 移走 如果没有一个 过渡时期的 替代方案 我们施工 就会受到阻挠 我想为了 公共的利益 有一些 短期之间的不便 我们要去隆了 不然的话 这一步跨不出去 现长 假如以后这个港口 被定为 是渔港码头的话 没有 现在 之前的经费 是渔月署 补助了 假如定位等渔港的话 你是叫 乞丐赶庙公 不是 不是 这样子 我想 这个定位 不管是渔港 或者是山港 对整个国家来讲 或者对 临江县政府来讲 我们都要去 面对跟处理 因为除了交通以外 渔民也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才在 中澳口 我们盖一个 将来 供给渔民 两千多万的钱 能盖一个 中澳口码头 不是 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是把 现有的 没关系 我提出这几点的问题 我就跟你讲 我刚才服装话 讲了 善公后给 你竟然 你要结议盖 那个 渔民打电话给我 我跟他讲 我懂得这个 假如现场 职议要盖 当然 成败 他就负责了 但是我是希望你 不要再推迟 我今天看了 这两张照片 我看了以后 我希望一年多以后 实现你的落眼 实现你的落眼 我想说 时间很宝贵 第二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现场 你觉得这是 台马轮的命名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 花了我们政府 这么多 听说花30万 然后评选结果的 投票只占我们20% 我曾经跟你讲过 苏年万没有 都都都都都千万 跟你要个两三百万 好像 好像乞丐要跟 跟这个拿钱一样的 我就讲啊 你不给我没问题啊 明年预算还在后面啊 大家要 不要用嘛 你不能说 你一元要一百万 我现场只花10万 我们要你三百万 你可以花一千多万 我们有过分吗 我想 张议员 那我就问你 你这个台马轮的命名 你认为 这个作业上面 有什么数字 我想 等一下投票结果 占百分之二十 万一我投票结果 是我第一名 你委员把我否决了 好 好的一个事情 从我们开始 将近十一年前 我开始争取 将近十年前啊 不要说十一年 我刚才认为议员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我就一直在争取 这个台马轮 我们一直每次的 公文 玩法 跟外面做解释 都是想清台马轮 我们几个同日 在那边午餐吃饭的时候 好好的一个新台马轮 不命名 就命名有的平安妈祖 什么东西 懒得一大堆 听说第一名 三十万 有这么好赚啊 没有三十万 多少钱 几万块吧 几万块 请主席 还是我们交通局长 做回答 到底多少钱 还有我们这个委员开会 干什么 交通局长 多少钱 交通局长回答 才几万块吗 地长 专议员 有关台马轮这个命名 我想 多少钱 简单回答 一共多少钱 第一名是六万块 那么其他就是抽奖 大家有参与的 一共花多少钱 抽奖一个人四十个 一个人一千块 那共十万块 那其他就是 获选十名的 一个人五千块 大概就这样 奖金就这样 获选那几个人啊 那你请坐 获选那就是十个人 你请坐 我想这个因为是一个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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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是 这个主任回答 到底花多少钱 然后 只要外面还没有和销 请主席是 你请坐 现场说五万块 这里面就已经十几万了 主席主任回答 主席 主席 请坐 讲的是第一名的 你一共花多少钱吗 第一名干什么呢 一共现在是 整个案子发包出去 因为这里面有几项 几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一共多少钱 我讲吧 你一共花多少钱吗 你就不要讲第一名第二名 现在 一共是四十万分成三个部分 这里面还有 请坐 这里面还有记者会 那个局长请坐 所以说我讲 好好的一件事情 花了四十万 还被那么多人骂 骂了以后 投票结果出来了 台马之心 好好的一个新台马论 从我们十几年前 大家都见过新台马论 就好了吗 我想 县长 交通 你一直讲是 你心中的痛 你痛 你不去 你不去实际去分析 去各岛 去看一看 我希望你下乡 你前几天没空 也没关心 这几天 你都在马祖 今年 四个乡 都是选定在22号 23号开会 难道你不愿 这几天的时间 下乡去听听 人家的声音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傅县长在这边 交通局长在这边 到东宁提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 就是驸马通台 我怎么讲呢 傅县长人在这边 我跟傅县长讲 去年局官有 有这个意义 我们一展下去 这个情景20万 好 局长回答说 我跟柯向大 已经讲好了 今天呢 今天建管议员 提出这个呢 我不怪局官相信 各岛有各岛的问题 今天讲 我当县长来讲 这局官议员 提出这个问题 我三秒钟度 答复给他了 没问题 包括运费的问题 我补助你局官 你县长把我 录好就好了 你不要 我钱补助你以后 你不要再回头来 又找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很简单嘛 我一年包给你多少 也可以啊 有 现在有包 一年也是包多少钱啊 宰配也是赚多少钱啊 我局官相信 目前你知道 你在船公司 知道赚多少钱 我一个月 包你多少 还是一年 包你多少钱 船延赚一点 微博的一些 一些奖金嘛 有那么困难吗 你想想到 外达这些居民 有多困难 有多辛苦 今天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跟议长报告 我东影乡亲 十个下来 早上四点多 五点坐船 坐到南干八九点 南干干场 东影乡亲 都是定十点五十的飞机 我跟主任联系 联系好 主任说 那我家的能源 这边用电话报道 九点多才靠好 赶过去坐船 船开过去 再坐到北干 北干坐机车车 再乘飞机到台北 南干相机会这样子吗 四点多就起来坐船 你讲 你很知道 这个民间的痛苦 整个夏天万季 资料都在这边 七月份跑到对证场 两个台风去了 去了十几天 你看八月份才跑十六寒次 这万季耶 九月份跑十三寒次 十月份跑九寒次 你叫人家怎么做观光 怎么做观光 你讲吗 我们讲的话 你们听不下去 你就认为我讲的话 多少钱 我跟副机长 副机长到东影 我一跟他讲 你没有去见到两百一十摊的问题 副机长不知道什么叫两百一十摊 我很诚诚讲 把交通医疗做好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容忍 我们给你半年的时间 东影我给你半年的时间 你好好地充斥 冬天我们这样子 可不可以 OK可以 就站着就坐下去 先坐坐看 对不对 也不是我讲的就对 我都是拿数据给你看 这个数据我都可以提供给你 其实张宇远建议的能够做的 我们都在做 我们都在做 因为像那个天后的问题 那个不是我们能够找 对呀 我跟你讲 每年天都就这样子 我就讲吧 今天我们观光 既然是一集案子 我们七月八月 你看星期二何富人开船 东影一个礼拜 只能做四天观光 那个主席见两分钟 只能做四天的观光 为什么 星期二何富人 观光客不愿意做了 有几十个人来 我们又要准备床位 你再跟他讲 我昨天又弄了四个床位 百姓做不出去 我怎么跟你讲 我怎么做了 我不能跟你讲 我怎么做了 我就讲你要下乡 尽量下乡去 跟这件事情沟通 然后你们提的意见 我会照你的意见去做 做一段时间 你给我数据 我查结果 确实这个数据做得很好 我们就这样子做下去 这个才让乡亲有感 一亿五千八百多万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请问一下 我们外岛得到多少 你自己摸了两心 说外岛我得到多少 你台马轮有开 我跟巨蛋讲 台马轮有开 直升机有人做吗 你去查一下 十月份到十一月份 结束了 跑几趟 因为你台马轮正常 十一月份 这个又非常正常 哪一个就做你直升机 你都认为 我们今天做直升机 就浪费 我爱做 我今天一个月 我到现在直升机 还没有做过 因为台马轮正常 我做台马轮不用钱 我想说提这几个问题 我就是希望说县长 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 我对交通的问题 我想明天再请教你 因为交通的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 我想主席就好 最后再见两分钟 为什么呢 好 接两分钟 我想昨天笑 马报社 工作报告 我想说县长 你知道不知道 我在咨询总编辑的时候 我问他有几个笔名 他说有好几个笔名 据我了解 他说为什么要成立 要用这么多笔名 是因为外面的很多人欺负县长 我讲县长 在座的一级主管 请问一下县长有被我们欺负吗 只有你欺负我们的相亲 跟我们的一级主管 公务人员 你最少不要欺负相亲 你最少欺负几百个的公务人员 哪一个不尊重你 哪一个看到你 不会跟你很尊重的跟你讲 就算干在心里面 表面上也是对你很尊重 我想这一点 我想不要怨这个 欺负这个 但是虽然在网络上 我觉得很委屈 因为多数的意见 对我个人批评 实际里面 有九句都是假的 但是因为你是观众人物 所以必须默默承受 那你以前批评人家的时候 也都是假的 写出来都是假的 我所有的东西写出来 都是真的 如果有假的 你可以把它讲出来 好 因为我很认真在写 好 我念一段事 跟你听 高墙倒下 一个人执政宪府八年 无心问证 无心宪政 只会选举 一个人执政议会二十年 自费武功 县长 我是没有读过书 你很有求 我没有读过书 但是 请问一下 你写的这几个字 难道是真的吗 我这样讲 假如说你是真的 你跟人讲 我 感谢长 我有这个魄力 这个话就是真的 我这样讲 我很 选举几间 不算 我会讲 不是不算 我很感谢 提供这些建言的 这个 我们朋友 意思是说 就不是你写了 我非常感谢 但是 因为 因为这个是我的文宣 大家 听一下 这个文字 我的文 我的文宣 但是我要 我要承受 承担 就承担 就承担啊 我想 选举的时候 不算 选举的时候 敌对正义 这个互相 有不同的语言 这个很正常 我现在跟你讲 现场 我就算跟 曹好中 这两次的选举 不同正义 我一定票都投给他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想各位 跟我有接触的人 我没有批评他 我只批评他一件事情 我讲 曹立伟这个人不错 也懂得行政 也懂得预算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做错了 他把我们 相亲的利益 放在党的利益下面 他把 东北国民党的党 党的利益 放在我们 县的利益上面 这一点 对我来讲 我是说 不应该这样子 因为马祖的相亲 太可怜了 经过那个 占地政务 你以为 前几天 我话局办 那个占地政务 我看你那篇文章 我会在第四天好好问你这个文章 你不是因为 占地政务 保送 医学院 你是因为 马祖这块土地 请问一下 三地原住民 他们为什么会加分 他们也实施 占地政务吗 就是偏远地区嘛 所以我今天 在跟你 县长 不好意思 这点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到说 马祖日报社 以前总编辑没有到马报的时候 我一直看报纸 除了看报纸 各地人家反应的问题以外 我一定会看社论 所以那个时候 我建议社长说 你的社论 不要你一个人写 你写出来的观感 跟想法都一样 我希望 能不能记者轮流来写 所以我会看社论 一个标题出来 我对丹丹姐先生 我没有恶意 他当你基要秘书的时候 也跟我很好 我个人对他没有恶意 后面 他担任总编辑之后 写了几篇文章 我看了以后 我讲这个小孩子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今天帮你写博弈 社论 我没有问题 拼命写 好像怎么样的 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情 起了社论 把中心航空 批得一塌糊涂 说了你家 怎么样怎么样 我去办法养董 他说张医院 你知道吗 我们受了委屈 我们敏不与关斗 你知道我怎么讲 你那头也讲 他一定要六百万 请问现在多少钱 四百八十万 是不是 不要用这种手段 不要这种手段 他是你的化妆师 记不记得 胡又为的事情 他今天马报 是你的化妆师 他今天帮你 写什么 做什么 我都没意见 因为为什么 这是 天下你打下来了 这些一组主管 哪个不怕你 天下你打下来了 你要用哪个 我们没意见 我只是质疑你 你能不能 试采释用 你忍释 是在你的头上 你要用哪个 我们有认为说 你不要用它 你就不要用它 现在 所以我讲 今天你马报社 你今天 是我们 本地区的一个 一个一个 各方面看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因为这么多资源以外 我前阵子 我看到一篇报道 我看了以后 我心里想 以我社会学的博士 我都不晓得 到底 你这是哪一个 打哪一个 我念给你听 陈玉宇先生 写了一个 指引说 县政府 土力柳家国 然后县政府 县长呢 就很怕柳家国 所以他在土力柳家国 请问县长 你有土力柳家国吗 这次马报登出来 这种文章 也可以登出来 请问县长 他是你的官方报 那我就看不懂 到底是他打你啊 还是打陈玉宇啊 还是打柳家国 我都看不懂啊 你这个文章到了 你的总编辑 你要不要登 你审稿的时候 你要看清楚啊 走语倒旁盖啊 对啊 那请问一下 你也没有土力 你也没有土力柳家国 我先问你 我这样讲好不好 我这样讲 马报 我只要求一个 就是 他写的东西 必须是真的 我只要求这个 其他的 那 你写出来 他说 那个是读者投书的话 没有吧 基本上 他只以县府 土力柳家国啊 那你也没有土力 我想 不是 我看这个文章以后 我看不懂 我相信 到底柳家国 是你打柳家国 还是陈宇宇打柳家国 还是张登杰 立愿这个马报 去打柳家国 我都看不懂 到底打来打去 我这个文章看出来 我真的看不懂啊 是不是 那你既然没有 不是 我想 马报 马报 他是一个公共财 因为 是县政府的预算编的 那我只要求他 他必须写的东西 写的东西 必须是真的 我们只要求这个 那请问一下 马报去登这个文章 可以登出来吗 我想 这个 这个好 每一个人认知 跟角度 不对啊 那你 人家来投稿 是质疑的问题 你可以登在马报社吗 他假如在马主资讯网 那我没话讲 这个是他任意的 这个他文章 寄到 投稿到 你马报社 你可以 你可以选 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 可能你现在很支持 我们那个 我们 把张家 这个 这个 本宗啊 可能你要打刘家国 不然的话 我看不懂 你到底三个人 哪一个打哪一个 我看不懂 我想 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同仁 他只要是基于 公共利益 他为 为我们相亲做事 我们都要支持他 我跟你讲 马报 我只有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 必须他登的东西 他必须是实在的 我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他 他推广 你看社论 另外一个 你没看社论 那段时间 把你要打到什么样子去 我想 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 受冤枉的是我们 受冤枉的是我们 当然是我们 我们替中心航空公司 我们砍了多少东西 你受冤枉 我 我当然有点相信 但是他受冤枉 我今天 能咨询他 我认为你这个小孩子 这么年轻 而且是一个台大措施生 新闻总编辑出来 我讲 今天我给你这个一点点的教训 我是希望你以后要成长 都承认了 用很多的匿名来打 打的这个力量 要打的火热 这边做好人 那边做坏人 这边还可以推哪间去 简单啊 马上送法院按你申告 所有匿名的人通通出来了 我是希望县长 我不是讲 今天我们马报 我们可以平衡报道 也可以帮你县长多报道 都无所谓 对我来讲我没差 对我来讲没差 但是 像这种情况 我看了以后 我不晓得 是你打柳家国 还是 还是陈玉打柳家国 还是柳家国 这个怎么回应 然后陈玉还是打你县长 指引你县长 你到底是不是土力 柳家国 怕这么怕柳家国 我都搞得不清楚了 好 我是希望 县长 县长 我知道 你个人很喜欢看一些书籍 还有文章 其实我认为 应该要提出你的看法 我想 媒体 另外一个 我想既然 虽然马报 是我们所属的机构跟单位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 任务跟这个做法 基本上 基本上 我们尊重他们 特别是 每一个人 因为他所站的角度不一样 除非他跟报导的跟事实违背 不然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说 他要考虑到 一个是政论 我们政府做什么 要让民众知道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也反映一些民众的意见 就这方面来讲 特别是读者统书的部分 虽然 他对我个人不忙 我也没有 禁止他去登 那他们的取舍 他们的取舍 怎么取舍 那是他们的事 我也尊重他们 对啊 这是总统 但是他用那么多笔名 全部来打 那你尊重他的权利吗 他是我们正式服务人员 我不了解 受到我们议会的监督 他承认啊 你回去看 那个录影弹 我不了解了 我不了解 就像 很多人在网络上面 你不了解啊 这个你晚上把他叫过来 你是不是对展远有承认 你有很多笔名 那就好了吗 还要说你不承认 干什么不承认呢 基本上 基本上我想 除非他利用他的职务 去从事一些不乏的事情 不然的话 他愿笔名在马祖资讯网 攻过去 攻过来 那就合法了 基本上 我想他这个言论平台 马祖资讯网上面 人家怎么写 那个我干涉不到 对啊 包括很多 对我不由上的 他现在是你的部下 你能不能 让他节制一点 可不可以 我想 这是他自然的事情 我想我根本就不知道 谁在写 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谁在写 写什么我也不知道 好 那我明天找他来对职 好不好 可以让我找他来对职 好不好 我想 现在是一个言论 开放的时代 连总统都不能够避免 被批评 不是 你跟我一样啊 你跟我是公众人物 接受人家的公平嘛 但是我接受 相信的公平 我不能接受 我们总干事 因为这样子的 总编辑 因为这样子的平台 因为这种匿名的 包括马报社 都可以这样子批评人家 你认为说他是对的 有这种可能吗 我想 那你以后 傅先生在你 别的文章上面 写跟你接触那么久 把你的事情都 都用那种笔名出来 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看这个人的 他厚不厚道啊 他是你任怨的 然后私底下再用笔名来批评你现场 请问一下 这种事情可以做吗 他是你可以管的部下 想说今天是一个别的乡亲 我不问了 因为他是总编辑 我才要问他 我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我希望这个小孩子 是台大措施生 新闻系要改 要改一下 这个马肚这个猎导 不是他 允许他这个样子做的 我们这今天 我们今天组织情 是那四项舞蹈 大家看得到 我好像不是乱讲的 我想好像 张议员有两套标准 我没有两套标准 在马主席讯华上面 批评我的文章 都没有问题 你可受多病啊 然后 我也是有病病 我也有 我想什么 我想我们政治的 都应该接受 他不是哦 接受这个 他跟他最好的朋友讲说 我们养县长被欺负得很惨 我利用很多笔名 我班的养县长 要把这些人打下来 县长 我很早跟你们讲过 全世界没有秘密的 两个人以上知道 都不是秘密 我跟你讲 尤其文章 我跟你讲 只要会写文章的人 跟你对上几次 就知道你是哪一个 还要讲得那么清楚 我还要说 打电话问你是哪一个 只要跟你两个文章 你写出来文章 跟你对两次 我就知道是他了 我这次 希望县长 要规范一下 年轻人 还有旧 而且 我们总领域不坏 不要因为 这种的政治问题 就跟你讲 不是你写的 那不是写的 那怎么办 那我也不能把你说 你是你写 你跟我讲 不是你写的 你一个人讲说 我这个人不会乱写 你批评 陈县长 我没有话讲 这种文章 这种文章 我还听得 还看得下去 陈县长的哑量 哑量很大 选举的时候 选举语言 我想 这个并没有批评 什么事情 是你怎么看 没有啊 你讲说他 五心 文心 欠证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 一个主政 议会二十年 自费武功 残废啊 你把议长批准是残废 他自费武功 没有武功的 坐在那边等死 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跟你讲 还有文章啊 今天主席不好意思 还有文章啊 你跟曹立伟都是学佛的 我这个报纸拿出来 我让各位大家做公平 你们的选举广告里面 把陈学生 画的什么样子 画的跟猪一样 肚子那么弹在那边 哪个烟这样子抽 这是你们学佛 这是你每天登上 阿弥陀佛在那边学佛 这种事情可以做的事情 我想 选举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不算 这个叫 不是不算 你现在是选择性 我是选择性 你是选择性的 这个事情 我可以接受 你讲这句话 我可以接受 最少 我们现在 我跟陈立伟 陈浅县长 我们基于 相亲的共同利益 我们都没有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没有放在心上 那只是放在心上 讲不出来 我跟你讲 县长 今天时间真的 我之前也太惨 也不好意思 各位议题主管 也不好意思 我想说 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很慎重的 跟你建议 你这么努力的 去跑中央 我直接跟你讲 没用的 今天议员跟 县长 到你办公室 请问你一下 你比较重视 议员 还是比较重视 县长 两个都是你的 你的人 但是你比较重重 一样 你到中央去 我跟你讲 副作人在这边 他到中央去 他能认识哪些人 你讲的话 表面上一定尊重你 私底下 懒得理你 这些一直做 我昨天跟他们 工作报告都讲 这些事务官 以前跟中央认识的 那种基层关系 来这边好好招呼他 到台湾去 写个计划 拿他拿一点钱 都有问题 你要带领这么多人 我只是这个建议给你 县长 我想 张议员 所有的建议 只要对 相亲的利益 有帮忙的 我都心难接受 OK 谢谢 谢谢县长 不好意思 三位 各位 各位 就是